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介紹 其實你們先輕鬆一下 你們告訴我 不過在60分鐘時間 要講一些關於眼科的資訊 給大家知道其實是不足夠的 不過儘管我們試試 因為這次主辦單位告訴我們 主要可能是關於一些老友記的眼疾 所以我們將一些日常生活 你經常會聽到的眼科或長者 不要說老人家 長輩或長者 經常都有的眼科問題 待會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就是講老花 其實老花在廣東話 或者在我們中文來講 都挺對的 第一件事大家說 年紀大了就有老花 老花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比較文咒咒的說法 我們就叫老是 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晶體 它沒有了對焦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概念 我們拍照的話 拍照是需要對焦的 但是對焦最重要 其實是講相機裡面的一個鏡頭 反過來用眼睛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晶體的器官 在眼睛裡面的 那個晶體就是主要幫我們調教 那個對焦的了 不過隨著年紀大 它對焦的功能就差了 什麼意思呢 它又不可以把東西拉近 又不可以把東西放鬆 在老花的症狀 其實可能在座一些 一些老友記或者是一些長輩 都會發覺 咦 看近東西 尤其是吃力的 可能你一輩子都不用戴眼鏡 看遠的東西很清楚 沒有問題的 但是去到某一個年紀 一般大概40歲左右 可能有一些人士就長一點 有些人就早一點 它就會發覺 咦 看近東西 越看近一點 咦 不行 要拉開一點才能看到 那麼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有老花 不過老花又不是什麼大問題 一般戴著老花眼鏡 我們英文說reading glasses 其實英文的說法比較好聽一點 閱讀眼鏡 那你就好聽一點 戴著閱讀眼鏡 看近東西就沒那麼吃力了 當然 其實除了戴眼鏡之外 處理老花這個問題 我們有很多選擇 一般人可能會說 咦 我去眼鏡店 甚至乎在街邊買個老花鏡 都看得好一點 我又不是絕對不同意這個做法 就是說你去街邊拿隻鞋子穿 雖然未必最適合 但也可以保護雖然 我覺得都同意的 不過最好的方法 就是真的坐下來給視光師 幫你試試看近的時候 需要用多少度數的老花眼鏡 大家在在看到很多位 我想可能八成以上的人 都戴眼鏡的 大家都有試過看遠的東西 要驗眼 這個是大家都明白 香港人應該都很熟悉的了 不過到你看老花眼鏡 如果年輕一輩可能就不太明白 其實它是給近的東西看的 它不是給遠的東西看的 因為老花的度數 大概好像一隻手 大概三分一米 三十三cm 這樣的距離 你看東西比較舒服的 當然有些人說 我習慣了控得很近看手機 或者控得很近看書 你就要驗眼的時候 跟視光師再商量了 因為這樣才能做到一個效果 是你平時看近的東西最舒服的 除了戴有框的眼鏡之外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 無框的 即所謂隱形眼鏡 那個意思都是一樣 不過我想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無論是戴有框的眼鏡 無框的隱形眼鏡 甚至說做白內障 甚至有些人說做晶體手術 或者是做激光矯視 全部都可以在某個程度上 幫你減低需要戴老花眼鏡 或者閱讀眼鏡的需要 不過沒有一個 上述任何一個方法 可以很完整地 或者很圓滿地處理你這個老花問題 即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無論科技多厲害都好 很難將你變回二十歲 如果是六十歲的眼睛 始終都是有六十歲眼睛的 一些衰老的現象 那麼那個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要不就是多焦距 甚麼意思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個概念就是 我們看清楚一點的對焦 很簡單而已 聚焦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老花的緣故 晶體不能夠自己身長縮短 它不能夠改變那個聚焦的距離 變成我們就用光學的方法 不管你是眼鏡也好 隱形眼鏡也好 人工晶體也好 甚至在角膜做手術也好 我就給你很多個焦點 有不同距離的焦點 那你就變成 我好像遠近都看到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本身年輕的時候 我們自己像鏡頭一樣 會懂得身長縮短的 年紀大了 它只懂得身長 不懂得縮短 所以看近的東西是吃力的 現在用多焦距的方法 就是我不管用眼鏡 隱形眼鏡 人工晶體 或者是在角膜做手術 我給你很多個選擇 就是有近的影像 有中距離甚至遠距離 我們就叫做多焦距 那你馬上會想到 莊醫生 你給我這麼多個物品 要我自己選擇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有些老友的 已經戴著老翻眼鏡 你會有一個叫做漸進式的 一般的所謂老翻眼鏡 最簡單的 就是一個突透鏡 就是戴著眼睛會變大了 它會令你看近看 看得很清楚 不過你看遠 它又矇了 你要把它脫掉 所以我們視光師 做眼鏡的人很厲害 你有時候要長袖 有時候要短袖 那我不如做個雙光給你吧 變成長短袖 也不夠要做個中袖 所以它就有個三光鏡了 但是現在發覺 原來現代人的需求很複雜 你要看遠就清楚 看近就是向下望 它又要清楚 中間它有一段距離 還可以慢慢地表現 它用光學的方法 就做了叫做漸進式的眼鏡 戴過漸進式的眼鏡的人就會明白了 最初會戴不習慣的 因為頭髮動一下 眼睛看不一樣的位置 東西好像不太清 不過習慣了你就會發覺 都挺好用的 這是眼鏡的部分 至於你說隱形眼鏡行不行 隱形眼鏡也可以 不過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眨眼的時候 隱形眼鏡其實會有一點點動的 所以漸進式的隱形眼鏡 一般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歡戴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無論是眼鏡也好 隱形眼鏡也好 我們都還有一種方法 我們就叫做單視覺療法 俗語所謂鴛鴛眼 什麼叫鴛鴛眼呢 一隻眼我們用來看遠的 一隻眼用來看近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沒有了聚焦能力 始終你都要給它一個選擇 一般就會選擇 我們叫主力眼 或者視力比較好一點的眼睛 我們就讓它看遠很清楚 另外一隻眼可能弱一點 或者我們叫傅視眼的那隻眼 我們就可以看近了 所以一隻眼就看遠 一隻眼就看近 那我們就叫鴛鴛眼 或者叫做單視覺療法 這個方法如果一些人 年輕的時候戴慣了隱形眼鏡 不喜歡戴眼鏡的話 可能這個方法都比較適合你 不過跟剛才說 買鞋買衣服的道理一樣 要試的 所以去到眼鏡店 找時光師幫你試一下就可以了 到了某個年紀 如果真的要做白內障 一般醫生都會跟你說 究竟你用什麼方法 處理你做完白內障之後的道數 很多時候都是選擇了單視覺療法 原因就是做得白內障的人 其實白內障就是老花的下一個階段 我再說一次 最初開始有老花 或者最初開始有白內障的徵兆 就是我看近的東西有些吃力 就是說你的晶體已經開始出現了一個退化的現象 不過他還沒蒙 還是清楚的 但是看近就不清楚了 去到差不多 除了有老花之外 他會加多一樣東西 我們就叫做白內障 就是待會會說的 看得不蒙了 所以做白內障的長者 老人家或者老友記 肯定有老花的 一定會有老花 因為你有白內障 就是去到退化的某一個程度 是過了老花的了 聽不明白了 所以做白內障的時候 醫生就會選擇 不如一隻眼睛近 一隻眼睛遠 你就少些需要戴眼鏡 譬如有些四五十歲的人士 一輩子都戴開隱形眼鏡 不喜歡戴眼鏡老花眼鏡的話 他當然可以選擇做激光繳士 不過問題也是一樣 不是一個完美的做法 你始終都是一個距離很清楚 其他距離都是萌萌的 大家明白嗎? 老花的概念就是 鏡頭沒有了自動對焦的能力 你是用光學的方法去處理它 接著就說回白內障 這個經常都說的 白內障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中國人這個譯法 我覺得都挺神似的 因為白內障真的很厲害的時候 在眼中真的有一塊白色的東西 阻礙著你看東西 那麼白色的眼中 阻礙著你看東西就是白內障 不過不是所有的人 那個晶體、退化都是白色的 一般反而咖啡色多一點 那什麼意思呢? 大家一定戴過太陽眼鏡的 太陽眼鏡戴了下去 是可以保護眼睛的 不過好像暗了 好像經常要開到很光燈才能看到 這個是其中一個白內障的症狀 這裡有說白內障 我相信應該是老年人最常見的眼病 因為我們有兩隻眼 而且每個人都跑不掉的 就好像出白頭髮和皺紋一樣 人人都有的 如果晶體混濁了 那就看得不清楚了 其實白內障原來也不僅是老人家才有 年輕人都可以 譬如你如果有糖尿病控制得不好的話 你的白內障會出現得比較快 如果你本身眼睛有特別的問題 譬如眼睛裡面有發炎 我們叫紅膜炎 或者一些很深近視的病人 它出現白內障會比一般同年紀的人快很多 當然眼睛受過傷、做過手術 或者經常吃或者滴淚固醇的人 它的白內障會快一點 所以眼科醫生通常都很不贊成 市民自己買藥水滴的 因為你不知道成分是甚麼 萬一如果它裡面有淚固醇的話 很容易會令到白內障 當然很少部分有一些小朋友 一出生就發現有白內障 那些就是另外一些情況 究竟白內障是有甚麼症狀呢? 剛才也說過了 看東西不清楚 未到真的看不清楚的時候 感覺就好像戴了黑超一樣 暗的 分得不清楚的 還有如果本身是要戴眼鏡的人 你會發覺 為甚麼我到五十多歲 眼鏡道數會變 其實有白內障的情況 亦都會令到你的近視 或者一些散光出現了變化 所以可能眼鏡戴了幾十年都沒有變過 最近發覺有些變化 都可能是一個白內障的現象 不過因為白內障是一個眼病 不用猜了 找眼科醫生檢查是最準確的 剛才說了 白內障是可以用手術去處理 亦都要強調一點 暫時都只可以用手術去處理 你說會不會滴了藥水 用激光會清楚一點 暫時就沒有一個 這樣的科學上 或者醫學上的證據了 但是白內障初期 如果症狀不嚴重 症狀的意思是 不是太蒙 不是太影響你日常生活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考慮用一些光學的方法 譬如多了近視 多了散光 便配上一副眼鏡 或者是有老花的症狀 便帶上一副老花的眼鏡去處理它 不一定一開始有白內障 就立即需要做手術的 因為白內障手術本身都是一個有風險的手術 而且不是所有人立即有白內障 做完之後你都會發覺光了 可能要去到某一個地步 你會發覺我們比較了 做手術的風險和做手術的得益 先測試一下 值不值得做 這個最後都真的交給眼科醫生 跟你一起決定了 以往我們經常都有一句說話 就是是不是要等到全熟才做呢 我相信有很多原因 所謂熟就是因為以往 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內 眼科醫生的數目都不多 以及以往做白內障手術的時間 都真的要長一些 現在眼科技術和眼科醫生的數量都多 我自己覺得只要是你跟眼科醫生談過 覺得那個病情和時機 以及最重要是平衡那個風險 覺得值得做 其實是可以做的 當然是一個很個人的決定 就等於什麼呢 我又想到了 好像剪頭髮一樣 有些人覺得這樣也很長的 那你要再剪 有些人就覺得留長一點也行 這是一個你自己個人跟醫生的考慮 剛才提到手術的處理 其實簡單了很多 一般半個小時內都做完 最主要很大部分 如果是成年人做手術 局部麻醉已經做到 做完白內障之後 我們把人工晶體放進去就能處理 人工晶體不會變白內障 還有過程 我們用一個很小的傷口 一般都不需要埋線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打針 也不用埋線 做完包著眼睛 翌日應該會視力上有一定的進步 不過始終都是一個手術 你說完全沒有任何風險 真是騙人的 有機會有風險 尤其是任何入眼的手術 我們永遠都說 最嚴重的風險就是會失去視力 當然出現的機會是不大的 但是始終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這個部分就說了白內障和老花 大家有沒有問題 不如先問吧 沒有問題的話 稍後想到再問 我們接著說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 叫做青光眼 我剛才說白內障 它譯得很好 白色在眼中會遮住看東西 有障礙的叫白內障 青光眼就反過來 真的譯得不好 因為大部分病人就是問 是否看到青光眼就看到青光眼 我沒有看到青光 為何你又說我青光眼呢 其實青光眼 大家要知道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眼球後面有一條神經線 駁入腦裡 就像我們看電視 有一條電線 電視才能看到東西 那條神經線我們叫做視神經 因為用來看東西 青光眼其實就是一個視神經的病 很簡單 不過視神經的病有幾十種 它就最常見了 視神經的病早期 尤其是青光眼 人家完全沒有任何跡象 沒有青光 正面的視力也沒有改變 那有甚麼症狀呢 其實就是 周圍看東西 那個視野慢慢收窄 譬如我們看著對方 看著大家 有些東西飛過你會知道的 我們那個叫視野 有些東西走過有人走過你會知道的 旁邊看東西的地方 我們就叫視野了 那麼青光眼呢 它最初影響的就是這些地方 所以你想想 你平時用兩隻眼看東西 一般看東西都是向正面看的 旁邊視野沒有了一塊 你又怎會知道呢 如果不查看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去發現 那是不是又是一家大小 由五歲、五十歲到八十五歲都去查看呢 又不是的話 待會告訴你 不過呢 最重要告訴你一句就是 青光眼如果醫得慢 真的會慢的 八內障多熟都好 做了手術 擺到人工晶體 一般的視力 都會有很大的進步 但是青光眼遲了醫 好像一棵樹枯死了 真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花多一點時間解釋 以往一般說 青光眼就是 你眼壓高就青光眼 壓住它 壓死它 是一個挺重要的概念 不過呢 我們發覺除了眼壓高之外 很多時候 尤其是東方人 你可以眼壓不高的 這樣才是大件事 因為你去眼鏡店 他很多時候幫你查一下眼壓 就量一下 量一下正常就行 原來就不是 我待會告訴你 另外一句就是 青光眼因為早期真的沒有 任何的症狀 所以我們就叫做視力小偷 即今天偷你一百元 明天偷你五百元 偷偷一下錢就沒有了 青光眼都是一樣 其實剛才說了 青光眼是一個視神經 即是神經病 不是神經有問題 是視神經出現了一個問題 令到視神經退化 這是一個正常很健康的視神經 橙橙橙的色 很紅潤的 這個就是一個有青光眼的視神經 你看到蒼白 還有它上面有很多很小的神經膜 都全部摘死了 或者好像一棵樹 樹葉都落下了 只有一個狂在樹間 不生 究竟實際上病人有甚麼症狀呢 就像這個 你看到旁邊看不到 當然兩隻眼 其實視野會互相捕捉的 所以不是做檢查 其實自己真的查不到 一般我們都同意 很多都是有一個眼壓偏高的問題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另外就是 為甚麼青光眼醫生說得這麼恐怖呢 原來全世界有6千萬人有青光眼 四分一人是中國人 中國人其實是高危有青光眼的民族 我們做個簡單的比喻 這個數字不是完全正確會變的 不過四十歲以上 四十個就有一個有青光眼的 那你就容易記 大概那個意思就是 其實我想這裡 這樣估計 應該可能有兩至三個人 真的會有青光眼的 為甚麼青光眼說得這麼可怕呢 原來在香港 不要說其他地方了 不要說大陸 香港的話 盲了 很不翻的那些人 所以不算白內障的 頭號呢 青光眼 跟著才說是老人 或者深近視的黃斑病變 或者其他的黃斑病 那你想想 當然要緊要 在幾年前就算了 其實差不多十萬人 香港是有青光眼的 中間有一部分 大概六分一 他不單止有青光眼 其實已經盲了 你想想這個病 令到他有多少盲的人 剛才說了 眼壓可以是高的 青光眼 但甚麼是眼壓呢 血壓大家有個概念 因為我們 血液要有壓力 才能從心去到其他器官 眼球也是一樣的 他沒有壓力 眼球會扁的 所以眼球本身 是令到眼睛圓 一塊東西的圓 那個很主要的一個概念 那個意思就是 其實眼睛裡面會出水的 會分泌一些水出來 這些水又會流走的 平衡之後 眼球就成了一個形狀了 正常的所謂眼壓呢 你可以說叫做6至21 不過坦白說 其實有點像血壓 大家都可能聽過 血壓上壓140就叫做正常 我剛才趕來的時候 你幫我量血壓 肯定不止140 有些人睡著覺 血壓又會再低一點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大概的概念 可以有 稍後有說了 高眼壓的人士 可以是沒有青光眼的 但是東方人 他可以很有趣的 他有青光眼這個病 但是眼壓是正常 甚至低一點都可以 所以我們有個名字 平壓 平常 平常壓力的青光眼 甚至低壓的青光眼 都可以的 低壓壓本身 都是可以影響到 眼症所以你不要想著 醫生 再按低一點眼壓 好不好 不好的 因為如果太低的眼壓 黃斑怎麼會有事 角膜也會有事 眼球會萎縮 就像個波一樣 要吹到胸 剛剛好就好了 太軟它會萎縮 所以都不行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家應該嘗試從你的認識裡面 將青光眼和眼壓這兩樣東西 我們要分開來說 眼壓高的人是有些機會有青光眼的 不過剛才重複地說 青光眼是個視神經的病 眼壓高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兩個極端的例子 有些人眼壓高於21 我也見過有些病人30甚至35 幾年他的眼睛都沒有試過 如果你給他青光眼的藥物 甚至叫他做手術 你只是給他一些副作用 甚麼意思呢 如果有人滴過青光眼藥水 你就知道了 青光眼藥水滴了下去 眼睛又紅又澀又不舒服 不是一種潤眼藥水 另外青光眼的激光或者手術 當然都有他的風險 所以不是所有眼壓高於21 我們就直接當你是有青光眼 反過來 你不要想著眼壓21以下就安全了 剛才剛才說了 有平壓甚至低壓性的青光眼 東方人特別多 日本、韓國、內地、香港特別非常之多 這個在外國人其實比較少見 我相信可能跟真的遺傳 或者是日常生活的飲食有關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 除了眼壓之外 究竟是甚麼令你的眼睛 視神經會萎縮 最後會瞎呢 實際上在醫學界或者眼科 暫時還是未知道的 記住老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句 你不要想著每年去眼鏡店 檢查老花鏡的時候 叫他幫你檢查一下眼壓 眼壓正常 我真的沒有青光眼 那你就簡單了 自己騙自己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要眼科醫生做詳細檢查 才可以排除的病 當然了 你說我眼壓高 都說要不要擔心 都是那句了 你又不用擔心 這件事 問了醫生 讓醫生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剛才說了 青光眼其實 除了眼壓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一般的而且確 年紀越大 越容易有青光眼 另外就是 如果你有近視心 近視心在眼科 或者醫學界來講 多過600度 近視就算是多了 當然我們眼科醫生 看的那些都是 千多二千 三千左右都有 那些真是很大機會有青光眼 另外就是 如果你直系家屬 有血緣關係的人 是有青光眼的話 你又容易有青光眼 當然了 其他的病 一些影響血管攻血的病 譬如糖尿病 血壓高 偏頭痛都是的 其實偏頭痛原來 我們發覺 是腦外邊攻血的血管 有時候會抽筋 抽筋 攻血不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頭痛 它那個也會影響 你容易有青光眼的影響 記住 青光眼 不是跟眼壓高有直接的關係 眼壓高只是一個誘因 就是好像年紀大 是不是一定有青光眼 不是 青光眼它本身是一個 視神經逐漸萎縮的病 我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東西要問 大家都很 很客氣 我暫時就先講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覺得比較有些深 儘管聽一下 看看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 其實最重要的是 青光眼剛才說得那麼可怕 你又說得要找醫生看 那是否只找醫生看就可以 原來青光眼有分急性和慢性 慢性就像我剛才說了 沒有什麼症狀的 不看醫生是不知道的 但急性很辛苦 不過很多時候會以為你是其他病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急性的青光眼就是發覺 病人會突然之間的眼睛很痛 不過很多時候就會變成 以為一邊頭痛 痛到什麼呢 痛到吐 痛到吐 另外就是眼睛很紅 會流光眼水 看光的東西 因為眼壓非常之高 急性的青光眼就是眼壓突然之間飆到很高 眼壓很高的時候 角膜的部分就會水腫了 什麼意思呢 莊醫生說得那麼奇怪的 角膜水腫看東西不清 好像隔著磨砂玻璃 大家可能家裡或者某一些餐廳 你看到有磨砂玻璃 看東西就不清楚 會化開 即是說本來是有三盞燈 他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 如果你說我昨晚也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昨晚有沒有頭痛 今天有沒有東西 突然之間一下半下 不是好像急性青光眼的 坦白說急性青光眼 大家不會坐在這裡那麼安靜 聽我說話 去了急症室 不過很多時候就是 症狀變成了 我一邊頭痛到吐 有時就會在 內科病房、老人科病房 突然之間有醫生 症狀變成了一邊 可能是青光眼 這樣才發現 它不是中風 它不是其他東西 它不是偏頭痛發作 是急性青光眼 所以那句話 都是不要自己想了 又不用告訴醫生 總之你又不舒服 趕快去急症室看 總會很快檢查得到 急性青光眼 是一定要在很短時間之內 將眼壓降低 否則 眼壓太高 就像我們捏著你的頸 捏著一下會斷氣的 視力真的會影響 青光眼說得那麼可怕 我覺得第一步 最重要是要知道 病向前中醫 就是不要自己想 又不要自己找辦法 真的找一個專科醫生去檢查一下 一般青光眼的治療 我們分開三方面 滴眼藥水 激光 以及做手術 做青光眼的治療 說的是滴眼藥水 意思是什麼呢 雖然眼壓不可以用來定義青光眼 不過眼壓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我們去跟進你的青光眼的程度 即是說什麼呢 如果你的眼壓 現在我說你有青光眼 是20的話 我們是會想再低一點的 如果你的眼壓 我們說你有青光眼 現在是30度 我可能會想將它減到20度 如果你是20度的話 我可能會想將它減到12度 至於減到多少呢 真的要看看你的青光眼的程度 去到哪裡 以及你用藥的反應是怎樣的 一般用藥 就是一令到眼裡 不要那麼多水製造出來 或者是讓水快點流走 這就是我們治療的概念 很簡單而已 就是好像坑渠 聲盤有水流了出來 要麼關了水喉 要麼就拔掉那個質 讓水流到坑渠道 所以青光眼的治療都是一樣的 定眼的水是一個方法 另外就是可以做激光 眼睛是很好的 因為透光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激光去處理 但是什麼時候用什麼治療呢 我經常都覺得 跟公眾說不用說得那麼複雜 最重要是讓你知道 有問題你快點去找眼科醫生看 讓他們從來做個決定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就不詳細說了 究竟什麼時候做手術 怎樣做手術 是不是激光好一點 其實都不是的 交給眼科醫生就可以了 至於回頭說 青光眼睛 你講到高又可以 低又可以 那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個方法 一定要量度你的眼壓 因為我們到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按你的眼壓去處方 或者考慮做不做手術 另外就是看看你是開角性還是閉角性 另外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覺得是臨尾這三個部分 因為青光眼是一個視神經的病 就是一個神經線的問題 你一定要集中把檢查放在這裡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的眼鏡店就這樣做 眼壓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找眼科醫生 看了視神經 又做視野檢查 再可能做一些複雜的神經掃描 醫生有些數據 再去考慮 因為這件事 真的不像你想像中 做了這三個東西了 行了 我不用找眼科醫生看 我有個朋友是視光師 他幫我看過就OK 又沒有那麼簡單的 這個就是視野檢查 就是按燈鍵的檢查 另外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掃描方式 就幫我們很精密地看看視神經 究竟有沒有萎縮 以及萎縮的部分在哪裡 似不像是青光眼 這個部分已經講完了 最終我覺得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青光眼 第一是沒有青光的 第二眼壓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最重要就是高危的人士 譬如你本身是口心近視 家裡有人有青光眼 一般來說 美國的建議就是50歲以上的人士 先檢查一次 如果檢查了沒事的話 可能五年 甚至十年之後再檢查都可以 如果是有懷疑的 眼科醫生自然會給一些意見 可能每一年 或者兩年再回去跟進 記住要及早斷症才行 因為青光眼是一個視力小偷 偷了錢來才知道 差不多到主要的部分 我已經講完了 這是最近在香港或國外都經常講的問題 就是老年黃斑性病變 黃斑是甚麼事? 為甚麼說得那麼複雜? 甚麼是黃斑呢? 原來黃斑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時末末的正中央位置 跟視覺神經很不同 普通人不是醫生 就這樣看上去都知道 這裡是一塊東西 但我告訴你 這裡是一塊東西 你會覺得是甚麼? 其實黃斑點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器官 不過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最多感光細胞的 在視網屋上最多感光細胞的區域 那個部分就是令到你平日可以看到東西的部分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黃斑點 這個是黃斑區 黃斑區的正中間是黃斑點 這張照片灰灰地式的黃斑點 是一個健康的黃斑點 其實黃斑點剛才也說了 你可以看到正中央視力 我們驗眼的視力 是黃斑區送給你的 你是在驗黃斑區的力量 另外看一些很精細的東西 都是用黃斑點的 還有就是你為何會看到 分到有顏色呢? 都是因為黃斑點 因為黃斑點有一些可以分辨顏色的視覺 所以你想想黃斑點如果有問題 有多大件事 原來在最近有一些流行病學的統計 就是差不多十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已經有不同程度的黃斑病 即是很嚴重了 似乎它是隨著你的年紀 越來越多的 跟青瓜眼都是一樣 老有幾個機會是大一點的 現在香港估計已經有五十萬 即差不多十多個裡面有一個人 似乎照計的話 很快就由五十萬變七十萬 所以不單止是一個醫學 我相信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跟人口退化一樣 是一個大家都不能避免去處理的問題 所謂黃斑黃斑 剛才青光說視野外邊看不到 黃斑又怎樣呢? 黃斑剛剛反過來 黃斑就是一開始正中間看得不好 這是甚麼意思呢? 這是正常的景象 初期的黃斑病變 你會看到正中間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扭曲變形 坦白說扭曲變形 如果你不留心 不遮住一隻眼 你會不會覺得 尤其是如果你旁邊的眼睛很正常 你會覺得像甚麼呢? 好像有些髒東西在眼上 好像眼鏡花了 你經常在擦眼 看來看都好像有東西遮住 其實就不是的 有東西遮住 擦眼或洗臉 它真的洗了 但是黃斑病變的話 它真的正中間看得不好 所以關鍵就是 要遮住 隨便一隻眼查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有一塊不見了 或者 就直接是扭曲變形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格仔紙 所謂格仔紙的意思就是 叫你 隨便遮住一隻眼 但是握在樹上 我們用正中間的眼睛看緊這裏 那個概念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看緊這裏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格仔 有哪一個格仔 第一不見了 我看到大家都很聰明 立即遮住其中一隻眼 試一下 立即試一下 有沒有一些地方是不見了 或者是會不會有一些直線扭曲 很簡單的 因為你看著這個格仔 裡面的正中間的黑點 你的黃斑區就看著它 如果你的黃斑點有任何類型的問題 不管它是退化水腫 還是有個洞也好 這個格仔紙是不會見到完全正常的格仔 我告訴你這個格仔是完全正常的 如果發現沒有的話 你待會要問問我們的老婆 兩隻眼睛分開檢查 不能打開 兩隻眼睛一起檢查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不過實際上 黃斑病有100種的 最常見的是黃斑病變 老人黃斑病變而已 我覺得老人黃斑病變 有點像我們白內障一樣 有些程度比較輕 我們稱為肝性的黃斑病變 肝性的意思是 你當作臉上有一粒蜜 那粒蜜就像這樣 變成一塊的 它退化了 看東西也有些不清楚 可能也有些扭曲變形 不過它視力出現問題的速度和程度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所以不是很清楚的 但如果你說濕性 濕性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爆了血管 可能那粒蜜變成癌症 它又流血 是嚴重很多的 通常幾個星期內 可以令到你完全看不到東西 或者視力變得很差 所以這個主要是我們眼科醫生 一般面對的病人 都是這些濕性的老人黃斑病 除了你說 名字就叫做老人黃斑病 定義上就要過了50歲 有些地方甚至是說60歲 這樣才有 除了年紀之外還有些甚麼呢 又是那句了 如果家人有老人黃斑病 或者你是有三高 血硬高 膽固醇高 體重過高的話 都是有些機會 吃煙是一個最重要的 你自己可以很快處理到的一個誘因 吃煙是一個老人黃斑病 中外也好是一個很嚴重 很重要的一個 你可以處理到的風險的因素 當然我們眼科醫生就是幫你放大瞳孔 看眼睛究竟是乾性還是濕性 還是其他病 也可以幫你看看 黃斑點應該不是這樣腫起來 我們要幫你做不同的檢查 實際上 剛才說的 大部分人都是乾性的黃斑病 不用做很多注射治療或者做手術 有甚麼方法我們可以減低 那個老年黃斑病的退化 我覺得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中國人或者東方人都不是很做的 就是戴太陽眼鏡 戴太陽眼鏡不僅有機會令到你的黃斑點 減低紫外線的傷害 你想想吧 你看東西是用黃斑點的 紫外線集中在哪裡 當然是黃斑點 連白內障都是一樣 不過東方人似乎好像沒有外國人西方人那樣 那麼有一個意識 到某個年紀 外外真的要戴個大頂帽 或者戴個太陽眼鏡 當然有不同的維生素 就是維他命 或者叫補充劑可以幫助 其實只要你不是很偏食 或者你的飲食是均衡的話 一般這樣的維生素或者補充劑 對眼病的影響幫助不大 但是我們對於其中一隻眼已經出事 有濕性黃斑病變出過血的病人 我們都可能會建議他 你不如都是食用一些所謂的補充劑 希望可以減慢 因為有一隻眼已經未必幫到 當然如果有在吃煙的人士 真的要快點戒煙 剛才提到肝性可以吃藥 戴太陽眼鏡戒煙 濕性又如何呢 濕性因為真的嚴重 它爆了血管 以往這些病人 都真的沒甚麼辦法 醫生可以幫到 最近這五年 我們發覺原來有某一種特別的因子 即是生長因子 關於這些做血管的生長因子 打進眼裡 是有機會會幫到的 市面上其實有不同種類的注射入眼的藥 當然就很視乎 究竟你在甚麼情況 在哪裏去醫治 亦都要交給醫生去處理 但是你不要打算打了一針就行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繼續這樣打 另外就是可能打完一個療程之後 它有方法的話都要再注射 我覺得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儘管讓大家知道 其實所有的病 東方人和西方人都是有些分別的 東方人你可以是 不一定去到五十歲、六十歲 你才有黃斑病的 他會有一種新的 叫做蜥蜜的黃斑病 他真的可以 譬如三、四十歲 東方人尤其是男士 日本、香港、韓國 都有很多這一類 初期的眼科醫生就覺得奇怪 這麼年輕 怎麼會有老人黃斑病呢 看真一點 科技有新一點的話 他會發現其實是一個類似的病 不過東方人特別多 除了這個… 剛才說年紀大會有黃斑病 東方人有一種特別的黃斑病呢 你千萬不要想著 年輕我二十歲不用怕了吧 最多是三十歲 他有一段時間還沒到我 原來年輕人都一樣可以有黃斑病的 但是一般年紀輕的人士 有黃斑病的問題 通常都是心近視 我覺得一個挺好的比喻 心近視就好像將你的眼睛加了三十年 甚麼意思呢 心近視的人會容易有白內障 容易有青光眼 亦都容易有黃斑病變 即是說你的人可能是三十歲 大隻眼呢 因為心近視可能是一隻六十歲的眼 除了剛才說的黃斑病變之外 青光眼、白內障、時髦髦脫落 或者是眼底其他組織退化 心近視的人都是真的容易一些的 所以現在我們中文大學 和很多眼科的醫生和專家都在想 有沒有辦法我們可以減慢 或者減輕一些我們下一代 心近視的或者近視的形成 主要今天關於說眼病的部分 就說完了 大概五十分鐘左右 我們先說第二個部分 這個部分肯定你們會問的問題就更加多了 因為這個我自己也覺得是一個迷思 人們會說太陽眼鏡 我未必每一個問題都能給你答案 我用一個很短、簡單的方法 待會如果不清楚的話 有時間我們再問 是不是太陽眼鏡越深色就越好呢 其實大家知道 太陽眼鏡主要不是阻礙到要看到的光線 就是說不是越深色越好 其實它要阻礙到看不到的光線 那些是什麼呢 紫外線 所以最重要是記住你在哪裡買太陽眼鏡 多貴、多便宜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防止外線 最重要 明白 第二個就是所謂防藍光 現在經常都說藍光 是不是可以減低眼疾呢 坦白說藍光是一個有色的光譜 就是紅橙黃綠青藍紫 你平時是會看到的光來的 暫時沒有證據醫學上 藍光本身是會令到眼睛多了病變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會說藍光呢 其實是完全令一些病的醫生、醫學家發覺 藍光是會令到一些有心理病的人 情緒很低落的人看到藍光會比較開心 所以才會說 不過又不知道為什麼 給了一個商業界用藍光去說 防藍光會對眼睛更好 其實防的不是藍光 是藍光以外的紫外光就要防了 對綠色的東西 無論是植物也好 或者是就這樣綠色的東西 是不是對眼睛有益呢 其實是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對綠色的東西 一般是說 古人都是說這個現象的意思 就是望遠的東西 對面山綠色的東西 尤其是小朋友 如果你不想他有心近視 我們有研究發覺 如果每天有三十分鐘 小朋友在戶外看遠的東西 無論他看多少書 多努力做功課也好 他近視加深的速度是會慢一點的 所以沒有藉口不做功課 不過每天有三十分鐘 看遠一點的東西 就會減慢了近視的發展 所謂滴眼藥水是否對眼有害 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 這句是經常被人問的 但我也要坦白地說 你是有需要才可以用眼藥水 我們不是當它是食物給你用的 真的有需要 無論是眼光 無論是青光眼 真的有需要的話 是要滴眼藥水的 照用就可以了 另外經常有人問 究竟吃什麼 對於眼有益呢 中國人可能會問狗幾 外國人可能會問男妹 我自己是不反對的 我覺得所有東西適可而止 我們用一些common sense的方法去想是OK的 不過實際上又要不需要餐餐吃藍莓 天天吃狗幾呢 又好像暫時沒有一個很實際的醫學證據 證明這兩件事是很有效的 這個很多大家還在工作的朋友一定會問的 或者是不是在工作的人 你有一些平板啊 電腦啊 或者是手機都是說 經常用這些對正眼有沒有不好處啊 我有兩個答案的 一個答案就是沒有的 因為那個電腦 它本身不會有一件事 譬如令到你有青光眼 但我又會告訴你 其實有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用電子產品用得不恰當、不好呢 其實眼睛是會不舒服、會累的 就是說什麼呢 叫你拿著一個很重的背包 背著背包、背包 沒有問題 不會傷身體的 背著背包、背包 會傷骨頭、傷肩頭 這個大家都明白 那件事本身是忠性的 不過我們處理 做的時候過了火 那就有問題了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經常用電腦產品 或者是電子產品的話 其實因為那些電腦電子產品 太過吸引了 我們的大腦會告訴那隻眼睛 不要斬眼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打了一天機 看了一天電腦 或者有些人是駕駛長途車的話 司機就會覺得那隻眼睛很累 它累在哪裡呢 其實是因為眼乾 因為你沒有斬眼 所以眼睛會辛苦 那我覺得如果實際上 第二條問題就是 真的工作需要 要經常用電腦 那怎麼辦呢 其實電腦很多時候 都可以安置一些時間制 什麼叫時間制 就是可能每60分鐘 90分鐘 叫你停幾秒鐘 合上眼睛休息 讓自己天然的淚水 可以滋潤一下眼睛 讓眼睛可以休息一下 這樣就沒那麼累了 至於你說晚上或者黑暗環境 用一些所謂螢幕變黑 就是我們叫晚上螢幕 有沒有好一點呢 我覺得視覺上是會舒服一點的 但是實際上對眼睛會不會幫到呢 似乎又真的沒有很明顯的醫學研究 去支持這些理論 不過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用night mode night shift也好 如果你是保持著用 不讓眼睛休息 當然會累 那麼護眼操有沒有用 那就看看是什麼護眼操 變成兩隻眼的協調 這些護眼操 我們就真的有醫學證據 證明是有用的 其他的護眼操 我覺得是有點像食療的問題 我覺得就不要過了火 我們用一些common sense 似乎就沒什麼大的問題 所謂的大眼仔 就是說一些有顏色的隱形眼鏡 其實戴隱形眼鏡 是沒有直接對眼睛出現問題 就好像看平板一樣 你處理得好就可以了 所謂的大眼仔 雖然它是沒有度數 但是一樣要記住 小心就是要乾淨 戴完之後大家整天脫掉它 最好戴眼仔的話 就不要再翻戴了 因為始終它的製造消毒過程 似乎就沒有一些在視光絲 或者我們在眼鏡店那些 一向都會用開的隱形眼鏡 一樣的處理得這麼好 最重要的是 是戴眼仔 不是戴眼仔也好 如果戴了隱形眼鏡不舒服 第一件事 除掉它 寧願有隻眼睛不太清楚 甚至戴上眼鏡 都比戴著眼鏡刮著眼睛 然後這個都很常見 家長經常問的 有兩派的 一派就是 戴了眼鏡我可不可以不加深 其實就等於跟你說 小朋友穿鞋就不會高了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小朋友的近視 一般說小朋友 因為那個度數會改變 小朋友的近視改變 是他的眼球的生長 你給他鞋穿 不給他鞋穿 他都是會高的 給他眼鏡戴 不給他眼鏡戴 他的度數都是會改變的 有些人甚至會說 我配沒有那麼足的度數 是不是會加深得慢一些呢 這是一個非常錯 有幾中國人的想法 不要給他飽飯吃 他會好一點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還差一點 因為他又似乎清楚 又似乎不清楚 所以真的有度數的問題 甚麼年紀都好 配到足距要帶回清楚 配眼鏡戴 剛才說了這個問題 這是很常有人問的 有近視的人是否會沒有老花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 近視我們看近視清楚 遠視就看遠視清楚 那麼老花是甚麼呢 老花就是你沒有了那個距離 我們看近遠都清楚 那個距離 就跟近視遠視的定義不同了 簡單一點那句 如果你有近視的話 除了眼鏡 你看近視是清楚的 但是你看遠視是蒙的 到你有了老花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了那個 遠近對焦能力 你看近視是清楚 因為你近視 但是你看遠視都是蒙 聽不聽得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你是年輕的近視人 戴了眼鏡看遠很清楚 看近沒有問題 因為我沒有老花 如果我除了眼鏡 我看近 當然清楚 因為我近視 再近一點都可以 因為我的對焦能力是很好的 而我又有近視 所以你是一個距離 到你去到有老花的時候 這個距離就慢慢收窄 最後只看到一個對焦位 這個就叫做老花 有些複雜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近視 又有老花的話 其實你會感受到 那個分別就是一個對焦 那個對焦是近視 那個對焦是遠的 就叫做遠視 老花就是沒有了那個 對焦的距離的能力 差不多過了 我們在這裡 這個好問題 名字都叫老花 是不是真的老人家才有呢 其實原來所有東西都是有例外的 如果你是有一些特別的眼病 控制眼球的症狀體 調節神經線受到影響 包括什麼呢 如果你喝酒 喝得很厲害的 糖尿病很重要的 或者你有糖尿上眼 醫生需要幫你打激光 打了很多部分的激光 還有一些罕見的神經病 它真的可以影響到 那個症狀體的調節的協調 尤其是還有一點東西 如果你這麼不幸 年輕 心近視 視望脫落 加上有白內障 出現了要做白內障手術的話 你做了白內障手術的眼睛 就變成了有老花 因為擺了那個鏡是一個單光鏡 旁邊的眼睛 因為你還是年輕的 它就可以看遠近 那就真的變了鴛鴦眼了 所以不一定是老人家才有機會有老花 不過 老人家就一定有老花了 剛才這個問題也延伸了一個 經常會問的 我都70歲 或者不要說得那麼誇張 我都50多歲 年紀大了 我的老花度數是否不會改變呢 一般40歲左右開始有老花 通常要到差不多60歲 才完全穩定 老花的度數到大概300至350度 就停了 不會有人有一千度老花 這是一個光學上的景深問題 但意思是 到300度左右 老花度數就會停了 不會再深一點 如果那個度數都不足的話 可能是其他的問題 譬如你還有散光 或者有些近視 就是這樣 剛才也說了這個例子 就是我可不可以就這樣 不用在眼鏡店 街邊也有人買老花鏡 街邊的老花鏡 它可能會定了某一個度數在樹 就是好像買鞋一樣 你明明是9號 比10號你都穿得到的 9號半都OK的 不過不是很適合 而去到眼鏡店 它就配到適合你的度數為止 當然是有些分別的 剛剛又問了 是不是真的有台下的觀眾問了 是不是真的要到熟了才可以做 其實真的好看你個人的視力 以及你跟醫生溝通 究竟那個手術的風險 你能否承受到 跟老花一樣 年輕人都可以有白內障 眼受傷 眼做過其他手術 或者是剛才說了 小朋友都有白內障 那些叫先天性的白內障 所謂白內障手術 剛才提過 做了擺了人工晶體 是不是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再蒙 當然眼蒙有很多原因 你黃斑病 青光眼都可以 但是純粹說白內障 就是剛才說的部分 後浪膜會混軸變厚 打擊的激光就可以處理到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其實剩下不是很多 有人有問題 我可以先問一下 前面有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個案 有近視 有遠視 然後有老花的情況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同一時間發生的 一個人 一個正常的人 記住 老花是沒有了那個 對焦的能力 普通人 正常人 看很遠很清楚 年輕的時候 他看近也很清楚 他有一個無限遠到近鏡 那個對焦能力 這個明白了 如果你有近視 這是甚麼意思呢 正常人看無限遠可以很清楚 你的近視就是去到某個位 你才看得清楚 但是你看近的能力 也是有的 所以你也是有一段 能夠對焦的能力 不過呢 你就不是看到無限遠了 你是有限遠 所謂遠視是甚麼意思呢 遠視的意思是看遠清楚 他是看到無限遠的 不過 他就不能看得很近 這些東西要先擺開 但是他都有一段的距離 他看得清楚 這就是說年輕 平方完全沒有近視 沒有遠視的人 年輕 近視的人 他一段距離 看得近一點 年輕 遠視 他看得很遠 但是他近的距離 就沒有普通人 或者近視的人 看得那麼近 這是年輕的 所謂老花 就是剛才那三個情況 不過 他的距離縮短了 所以簡單一點 可以這樣說 近視和老花 絕對可以出現 遠視和老花 絕對可以出現 因為在說兩樣東西 就是你看到哪個位置最清楚 還有你有沒有那個對焦能力 至於你說近視和遠視 可不可以同一隻眼出現呢 那就不行了 即是黑又不可以白的 不過 你可以一隻眼有近視 一隻眼有遠視 這個是所謂的鴛鴦眼 就是這個意思了 醫生你好 我只是想問那個眼藥水 那裡 我檢查過眼 他說我開始有老花 還有有微不足度的白內障 他就介紹了一瓶眼藥水給我 他說這些是維他命 你可以長期滴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眼藥水有防腐劑 實在現在是 繼續滴下去 還是怎樣呢 好 那我就要問一下你了 你覺得你滴了那個眼藥水 或者他給你眼藥水滴的意思 是令到你的白內障 會由微不足度變成沒有了 還是什麼意思呢 我幫你回答一下 其實沒有藥水滴了 是處理到眼的白內障的 不過去到某個年紀 我們眼睛大部分都會乾的 滴了眼藥水 眼睛是舒服一點 可能小一點 看到突然間蒙的情況 我又不太反對 問得很好的問題 就是防腐劑 一般我們會覺得 如果你一天滴藥水的次數 比六次 或者有些醫生再緊張一點 四次的話 其實有防腐劑的藥水是可以用的 但如果你有些不同的原因 滴藥水的次數 我要每個小時滴 其實最好都是用一些沒有防腐劑的藥 因為防腐劑本身 對眼表面是會有影響的 會令到它有些敏感 你是會對防腐劑出現一些敏感反應 那就要問它了 還有一般 我又說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有防腐劑的藥水是便宜一點的 沒有防腐劑的藥水 一般是比較小 就好像有些人用護膚品 他沒有防腐劑的藥水 那麼你快點要買那支 那意思是一樣的 就只是看你的支 其他人不看了 醫生請問 如果有青光眼 可不可以做白內障? 如果做了東西 你在哪裡?我看不到你 這裡 有青光眼 可不可以做白內障? 它這兩個是兩個不同的病 就好像糖尿病和血壓膏 不過有一個小部分的重疊 就是東方人的閉角性的青光眼 為什麼那個防角會窄呢? 就是當我們的精體年紀大了 它會一直增口 所以我們中文大學 其中一位青光眼的教授 他很厲害 他可以做白內障的手術 治療了白內障 又治療了青光眼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它是要某一種 又有某一類型的青光眼 加上白內障的病人 才適合用這個一戰雙雕的方法 這個問題我覺得 答案簡單地說 是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的 但不是全部都可以 就是青光眼的病人 是不是可以做白內障呢? 那個白內障有一部分的病人 做了青光眼會好一點 但是純粹就於一個有青光眼的病人 他是不是不可以做白內障 那又不是 如果一個病人有青光眼 在滴藥水 他有白內障的話 那也是可以做白內障的 意思是兩樣一起做都可以 另外那個風險 會不會對青光眼有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深了 究竟一個又有白內障 又有青光眼的病人 究竟只是做過青光眼 只是做過白內障 還是一次過做呢? 這個考慮是複雜的 很視乎你的青光眼 和白內障的程度 各自是多少 第一 第二就是 究竟你是否像我剛才說的一類 原來你是某一種 因為白內障引誓 你的青光眼 再難一點控制的病人 那當然可以一戰雙雕 第三就是 好看病人本身的年紀 如果病人很年輕 三十歲而已 他沒有腦花的 剛才說了 做了白內障 你馬上有腦花的 那怎麼辦呢? 可能我們的考慮 因病人的病情 和年紀各方面的考慮 就很不同了 就這樣說 真的說不到 給你聽確實的答案 現在是七十歲 怎樣? 你記住 你有留心聽我說 不僅是年紀的問題 好看你的白內障 和青光眼的病情 和你的青光眼的種類 這些不僅要看你的記錄 還要幫你檢查 今天答不到你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我還有兩張 好的 請問 莊醫生 我想請問 那個散光 在眼睛出現了什麼問題 以及如果做白內障 那時候 可不可以一起做 剛才沒有特別說散光 因為散光一般 都是說小朋友的情況 其實散光 就是說 我們眼球的兩個軸 打直 打橫的軸 都不對焦 如果近視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 拉近一點看得清楚 遠視就是 拉近一點看得清楚 散光就是 本來一個圓形的表面 你變成了一個橢圓形 即是說它有兩個焦點 光學上 所以我們那個散光的意思就是 無論遠近 你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散光是非常之萌的 要戴散光的眼鏡 或者戴散光的隱形眼鏡 才能處理到的 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做白內障 有沒有辦法可以減輕到那個散光 是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醫生可以幫你用傷口的設計 人工晶體的設計去減低 未必完全處理到那個散光 但可以減低到的 麻煩你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現在的LED燈的藍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這裡錄影 那我 你問吧不好意思 現在的LED燈膽 那些藍光是不是雙眼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呢 我們平時看電影都是關燈的 以前看電影都是關燈的 現在看一些平板 就說要光一些 究竟我們室內看電視 究竟是要很光線 還是可以關燈 或者暗一些都可以的 麻煩 很日常生活化的問題 我可以很簡單回答你 兩個都沒有一個定案的 第一個定案就是所謂LED LED不等於藍光 LED是我們螢幕上 尤其是電腦 如果大家有機會 二十年前 十年前用過電腦 現在的電腦 大部分都是LED 很清、很銳利的 意思就是你看完之後 會覺得累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以前古人讀書 又不會叫到累 你年輕的人 看電腦平板會叫累呢 其實是一個原因 我自己覺得 沒有一個很確實的科學根據 其實不是那個光 本身對眼睛有什麼直接傷害 是因為太清楚 以往看書 你要揭的 每次揭的時候 你就會眨眼 看下你蟲 你會放下 你會做其他事情 現在那些小朋友 不斷在掃 本書又不會累 看他又不會 除非沒有電 所以變成負荷 不在產品 或者閱讀那件物件的身上 是在你的人身上 就好像叫你長期 看著駕駛長途車 或者做長時間的精密工作 譬如醫生這樣 就很覺得很累的 那你做一些精密的工作的時候 當然要有些清楚的光線 LED的好處就是 它的對比 所謂的 contrast 很清楚的 就是你方便看東西很清楚 線條是很明顯的 但問題就是吸引了你 大腦就會說那個訊號 真的眼都不眨 那個眼都不眨 就會令到你不舒服 所以為什麼我會建議 其實大家 用多漂亮的螢幕都無所謂 看看自己 正常都是要少少休息 幾秒鐘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電影院的情況之下 是關掉銀幕 關掉燈的 對不起 接著有個很光的銀幕 其實是什麼影響呢 關掉燈之後 我們的瞳孔其實會放大 但是又因為有很明顯的光線 我們瞳孔又會縮小了 關掉燈的意思呢 跟LED有點相似 就是讓一個對比很清楚 你不會看前面的人 你又不會看旁邊的人 你會看了一個螢光幕 這個是一個視覺上的效果 反而多於一些醫學上 或者眼科上的考慮 不如我停了這個談話 因為其實差不多時間 我讓大家再問一些問題 好嗎 因為不想妨礙大家 星期日的傍晚 我這裡只剩下兩張照片 不是很重要 還有沒有問題 要問其他未問過的朋友 還有兩張照片 我們再問兩張照片 好嗎 我們再問兩張照片 好嗎 那邊有一位 這邊有一位 Yanny那邊那位 醫生我想請問一聲 如果眼睛經常覺得很乾 還有很癢 很累 會不會因為乾眼化 會不會有影響呢 如果你又有眼乾 如果我沒有聽錯 你也有口乾 眼乾和口乾 這兩個情況的話 我很建議你 見一見眼科或者內科醫生 因為真的有一種病 是叫做眼乾燥症 那個乾燥症 是一個好像紅斑狼瘡一樣 是一些自體免疫病 它專門影響兩個腺體 一個就是淚腺 一個就是口水腺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又覺得自己眼乾和口乾的症狀 很明顯的 主動跟醫生說 我覺得跟乾的功能沒有直接關係 可以是另一種病 不過需要檢查 還有可能需要抽血 好 這些是看眼科醫生的 如果你的眼乾 就當然是看眼科醫生 你口乾的話很嚴重 當然口乾本身有很多原因 糖尿病也是一個口乾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眼乾加上口乾 而你覺得情況很嚴重的話 我是眼科醫生 當然是叫你看我看症狀 但也可以跟內科醫生談 看看會不會是剛才說的 叫乾燥症的情況 最後一條問題 謝謝 我想問問我小朋友八歲 他現在有一隻眼是0.4的視力 有一隻眼是1.5的視力 我想問一下如果他有這樣的視力 我要不要配眼鏡給他 或者用矯形的工具 幫他矯形的眼睛 那就要看看究竟他有什麼原因 0.4呢 因為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讓其他觀眾都明白 正常人的視力是1.0 即他有一隻眼1.5 比正常人更好 他有一隻眼0.4 即是比正常人更差 那就很視乎 究竟是什麼原因 令到他那隻眼睛的視力 只有0.4 當然最常見就是 譬如近視 或者散光 或者他是鴛鴦眼 當然也有一些 不是光學上可以處理到的問題 譬如先天性白內障 或者眼底本身 他有一些髮肉不健全 甚至乎是有邪視的 他兩隻眼不是一起看東西的 那隻眼用得不多 我們就有所謂叫做弱視眼 度視眼、Lacy Eye的問題 這個呢 又是真的要檢查了 分析了才知道 純粹你說配眼鏡、矯視鏡那些 我覺得就不是最正確的方法 找眼科醫生做詳細的分析檢查 究竟是什麼原因 才能幫到他 今天很感謝大家來到這裡 希望能幫到你們